世间万物都不是偶然出现的 这是佛法缘起的智慧 缘起法是佛法的标志 是佛陀解释一切事物出现和运作的道理 也是修行解脱的依据 通过缘起法的理解 我们可以培养出正见和智慧 继而能够断除烦恼和痛苦 落后有症状 背后的个人就会有完整 那相对有尊厚的阴 有散报的阴 也有福报的阴 那尊厚的阴 比如说我当时在信阿弥陀佛 这个阴上讲 我如果有信阿弥陀佛的阴 念那个阴 当然这个阴和阴具足 以后的狗报会随着阴眼成熟 有可能一时不可能 到基督世界联会发生 但是我今天这世 有落念会的阴 有颂词阿弥陀佛本宴的阴 但时间到这个阴 到一个完完 阴就是想要静止 阴到一个完完 后的这个狗报 它就开发结果 世间事物都不是无阴 或偶然的出现 而是依据因缘法的规则顺面变化 我们现在生活的 面对的事情 都是因缘成熟的果报 所以勇敢面对 和善巧处理 不能逃避 但是我们可以 寝座反省 夺中善音 十方新闻关闻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